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怎麼樣人臉的開關燈 意思一樣 而且因為這是官方的範例 你就從下面這裡 順便你可以從這邊了解一下 不不丟這種官方的教學 其實它已經都變得很簡單 它都蠻完整的 那你直接往下 直接往下 它接的腳位那些都還好 基本的操作 它現在就是要把互動方式換成什麼 好 影像追蹤 那我們直接跳到最下面它有解答 直接跳到最下面 先測試一下 有沒有一個解答 有看到的 在最下面有一個範例解答 你就打開就好了 好 就把它打開 有沒有這個 就進來了 而且呢 它的影像的 這個互動方式已經換成影像追蹤 已經換成影像追蹤 已經換成影像追蹤 那開始使用之前 請你先把這個設定好 你的 有沒有 基本的資料 這裡設定好 那我們的號碼 一樣把它複製好貼進來 還有腳位喔 LED燈的腳位 這都設定好 那你說這個設定影像追蹤的積木在哪裡 因為它是不是跟網頁互動有關係 所以有沒有在左下角這裡 這樣你下次會自己找了吧 因為它是網頁互動的 就是在左下角 所以它就是從這邊 那它追蹤的部分呢 有幾個 你看 它可以追蹤人的臉 也可以追蹤顏色 我們剛剛在看那個示範的時候 它的應用你就會看到 所以如果它有顏色跟臉 你就可以看 那它在這邊呢 有一個如果怎樣就怎樣 這個我們還沒有跟各位介紹 可是一般我寫的人士 是不是都會有 衣服怎麼樣就怎樣嘛 對不對 它這個呢就是屬於基本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做邏輯 如果怎樣就怎樣 如果我追蹤的 也就是說呢 它會去判斷 我們這裡是這個範圍 水平的是不是X 垂直的是Y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 臉靠來右邊我就開燈 臉靠來左邊就關燈 這樣是不是追蹤X 因為是水平的嘛 如果你要上下的 高低的這種的 就要追蹤Y的 所以它說X如果大100 大100就在右手邊喔 就開燈 小於100 就怎麼樣 關燈 那你有沒有看過 你可以像這樣子 追蹤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 其實你也可以把追蹤的值顯示出來 追蹤值顯示出來 那這樣子你執行就OK了 所以它說如果有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它就做這件事情 那否則就是什麼 等於或大於 等於或小於100 等於或小於100 那我現在呢 先把我這個視訊先關掉 因為這樣它才會抓到我們 好 我就Play一下囉 好 一樣的 因為攝影機有隱私的問題 對不對 有安全性的問題 一定要允許 這樣有沒有抓到我的畫面 那我把這個拿出來 所以我的畫面 如果有抓到的時候 我要靠近一點 這個臉要靠近一點才行 來這邊這邊 這樣 臉比較近了 它有抓到 有沒有發現有紅色的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你看我下面那個 有沒有開燈或關燈 我靠來這裡 有沒有開燈 我靠來這邊 有沒有關燈 換你了 我剛剛那麼近犧牲這下 麻利 這樣不簡單 就是你可以自己先吃一下